剧情斗犬高狼犬 碰到五疯子比特犬会发生什么 今天咱们来做一个测试 这只高狼犬目前是一岁的年龄 待会就让它出场 渐渐比特犬 看看两只猛犬在一起会爆发什么样的冲突 连续下了几天的雨 这帮狗都快被关坏了 今天天气比较好 就让它们切磋一下武艺 这只中亚牧羊犬也迫不及待的想出笼了 但是今天你没有机会了 今天的主角是左边的比特犬 五疯子比特犬一出场就跑到了其他地方去 小伙子路都不认识 咱们要原谅一下他 比特犬智商不是非常高 这伙小比特又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 咱们赶紧把他找回来 关进运动场 让他跟其他两只猛犬相见 比特犬不得不说胆子非常大 见到其他两只猛犬 丝毫不熟啊 这只比特犬目前才三个月大 性格极度强势 不像其他的品种狗 如果看到体型比自己大了很多的猛犬 就会甲尾巴逃跑 这只比特犬丝毫没有逃跑的征兆啊 值得庆幸的是 他现在还没有开口 目前跟其他的狗处于打闹的情况 但是再过几个月 这只小比特性格就不是这样了 等他一旦起信开口之后 就跟这些狗不能愉快的玩耍了 到时候一见面 就会爆发激烈的冲突 这只比特犬成年之后 性格究竟如何 咱们事务以待 这 这 这 那 这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